虎扑10月29日是10月29日,2018年U19亚青赛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。 昨天晚上进行的两场比赛中,卡塔尔队通过加时赛7比3战胜泰国队,日本则2比0完胜东到主意尼。 今天进行的两场比赛,韩国队1比0小圣卡吉克斯坦队,沙特队则3比1战胜澳大利亚队。 自此,卡塔尔、日本、韩国和沙特四支球队,获得了明年波兰式青赛的参赛资格。 卡塔尔7比3泰国加时赛4-0,上半场第13分钟,卡塔尔就由哈希姆阿里打破了场上的僵局。 紧接着第21分钟,亚奇迪欧帮助卡塔尔队,将比分扩大为2比0。 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,泰国队下半场第48分钟和第61分钟分别由卡萨和沙公财森托普取得进球。 泰国队将比分扩平,下半场第80分钟的时候,替补上场的提拉巴巴纳帮助泰国队3比2反抄比分。 第87分钟,卡塔尔由苏海尔将比分扩成3比3平,与常规时间的交着不同。 到了加时赛比赛呈现一边倒的势头,卡塔尔对乌玛鲁没开二度,哈利德曼苏尔和约瑟夫艾满又锦上天花。 卡塔尔队连进4球,最终以7比3的比分战胜开国队,有经无险地挺进4强。 日本2比0印度尼西亚上半场第40分钟,日本队禁区外左侧由后卫东去西30米开外直接远射。 踢球像出台炮弹,一样,只挂球门,右上死角,日本队1比0领衔。 下半场第70分钟,日本队右侧进攻杀到禁区内,攻带大胜接对手传球后直接在小禁区前小角度破门,日本队2比0领衔。 最终日本队上下半场各进一球,以2比0完胜东到主意尼,以四战全胜的战绩挺进4强。 这也是要轻败开赛,以来第一支四战全胜的球队,韩国1比0到吉克斯坦上半场第43分钟,韩国队在进区前组织进攻,中锋无视循将球分给左路子的金士进,后者带球到中路换过一名防守球员后右脚打门,批球击中左侧力珠弹进球网,韩国队1比0领先,最终两队都没能感谢比分。 韩国队凭借这类金子,搬得进球战胜卡吉克斯坦队,如愿晋级4强,沙特阿拉伯3比1澳大利亚上半场第7分钟,沙特队就由阿玛尔首开记录,沙特1比0领先。 但是在中场前,澳大利亚队在阿特金森,帮助球队把比分搬平,两队上半场1比1打平,下半场第50分钟, 比拉卡的进球帮助沙特队再一次取得领先。 下半场第82分钟,阿布杜雷哈里德的进球帮助沙特队3比1锁定升局,最终沙特阿拉伯3比1战胜澳大利亚,成功晋级亚青赛4强。 这也是沙特队连续两届晋级亚青赛4强,沙特也和日本成为了本届亚青赛开赛以来为2的两局4战全胜的球队。 自此,2018年艾尼亚青赛4强全部产生,分别是卡塔尔、日本、韩国和沙特,只为一节的是,这4支球队都是各自的小组第一, 他们也将代表亚洲参加明年进行的波拉式青赛,半决赛对战分别是卡塔尔vs韩国、日本vs沙特。